世界最高的権威 具有世界最高权威的比赛 肖邦国际比赛 选拔一流一体新世纪重任的年轻人 在这里演绎着各自的故事 下一个参赛选手出现了 早晨将由中国抵达的李云迪 肖邦给每个人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 对于适应大厅的音响来说 时间是太短了 中国的李云迪让老师给他检查生意 对于参加长时间比赛的选手来说 身边有老师或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李云迪谈得很投入 似乎忘了选钢琴这回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肖邦比赛迎来了他的兴旺时期 1955年 苏联选手 乌拉迪米尔获得第二名 1960年 意大利的毛里兹 波里尼获得第一 他完美的技巧 和对音乐的感悟力 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来自阿根廷的马尔塔 阿克里奇 热情 自由奔放的演奏 显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同样 在1965年 东森红子获得了第四名 1985年 苏联的布宁夺冠 布宁的名字 在日本一时家喻互相 全国掀起了一股布宁热 显示屏幕的李云迪 似乎有一点在意 演奏状态不错的索布查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为李云迪 充满激情与细腻情感的演奏 那是激动 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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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现在感觉如何? 你感觉到你的表现吗? 我觉得是很好 你感觉到观众感觉 你感觉到感觉到观众感觉 你感觉到感觉到观众感觉 是的,我感觉到观众感觉 我感觉到观众感觉 如果我有机会 我会比较好 走廊上 人们急忙围住李云迪 一下子 他就成了比赛中最受欢迎的人 如此打动肖邦比赛听动的李云迪 一直在国内学习钢琴 或许由于多数选手 是在欧美学习钢琴的缘故 李云迪更显得独具特色 在学校音乐厅 正进行着比赛前的特别训练 李云迪 李云迪在去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上 作为中国人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因此国家对他寄予了厚望 教李云迪的但兆毅老师 从李云迪9岁便开始教他 但老师一直希望着有一天 从中国向世界送出一流的钢琴家 在学校音乐 感谢观看 我呢 反正对我现在的状态和水平呢 还是有一定的自信 当然我还要进更大的努力了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使劲的 公布接触 94名选手中能够进入决赛的只有36人 今年的比赛 整体技术水平非常高 据说进入决赛比历年都难 日本的替刚之合格 罗马尼亚的乌斯利亚也合格了 很遗憾 以色列的魏马未能进入第二轮比赛 比云迪顺利入选 我让他来接你 你现在再三年三十了 钢琴家 马尔卡 阿格里奇 从第二轮比赛开始 参加评审工作 对于许多年轻钢琴家来说 阿格里奇就像是女神 让她听自己演奏 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我看到了 阿格里奇就像是来的 然后我认为是来的 因为是2000年 因为我喜欢很喜欢 《贛商》的比赛 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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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很期待 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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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 但我试试 所以我现在是 但是我恨这件事,这是一个很大的负责。 我知道,我知道。 一级精神抖擞来到会场的中国选手李云迪。 对刚才的失误感到担心的科布林与未婚妻一起前来。 宣布结果之前,由评委主席致词。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能参加第二轮比赛已经是一件很成功的事了。 很遗憾,能进入下一轮的只有12人。 在落选者中,将来也有人能取得很好的发展。 我也曾经多次体验过,与今天落选者相同的经历。 很清楚落选时的心情。 不要放弃希望。 继续热爱音乐,继续弹奏。 前面的路就一定会为你打开。 秦森行为主席的议席化,让人感到温暖。 进入第三轮比赛的只有12人。 科布林显得很担心。 41号选手科布林合格。 科布林如释重负,因为非常担心,因此更觉得喜悦。 第三轮比赛结束的当天夜晚,在酒店的大厅,看到了正在弹琴的李云迪。 李云迪弹的是协奏曲,决赛曲目。 是因为充满自信,还是为了排遣自己的不安。 马上就要公布第三轮比赛的结果。 进入决赛的有6人,能不能进入这6个人的行列,对今后作为钢琴家来说,将产生重大影响。 就要宣布名字了。 中国的陈沙,阿森陈的安格里德·瑞里德尔。 41号,科布林摆脱了中途不顺的阴影,顺利入选。 中国的李云迪也顺利入选。 意大利选手阿尔伯尔特·诺泽也合格入选。 一改平日腼腆的性格,他也显露出少有的兴奋。 他最后念到了佐藤的名字。 佐藤接到自己合格入选的消息,佐藤满脸笑容的赶来了。 躲在后面的李云迪也放心的露面了。 决赛最后演奏的是李云迪。 决赛最后演奏的是李云迪。 李云迪。 决赛最后演奏的是李云迪。 决赛最后演奏的是李云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弹得非常好 肖邦作品能弹得像他那样 听着是一种极好的享受 他的演奏作为比赛的压轴戏 真是再合适不过 我觉得李云迪非常优秀 声音从钢琴中流淡出来 被充分弹奏出来 我完全被打动了 希望他成为冠军 完成演奏后 来到走廊的李云迪 似乎有点心神不宁 可能是要听听 淡老师的意见之后 才能放心 终于找到了 平日严厉的老师 也用笑脸迎接着他 深夜12点半 终于要宣布结果了 等待结果的六人 大家都以惊疲力尽 宣布结果 最先被叫到名字的 是佐藤美香 第六名 第五名 是意大利的 阿尔博尔特诺泽 第四名 是中国的陈萨 德罗斯的科布林 获得第三名 第二名 是阿根廷的 英格里德 菲里特尔 接下来 久尾了十五年的第一名 终于诞生 比云迪 夺得冠军 十八岁 年十二天 历史上最年轻的 首位中国人冠军 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 盼望了十五年的冠军 值得纪念的冠军 诞生了 我每一部分都尽了最大努力了 虽然有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失误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我没有什么遗憾 就算假如我没有想什么奖向这些问题 没有 所以我非常高兴 而且我为我们中国人所解释的消防音乐 得到国际的承认 特别得到波兰人民的承认 感到非常高兴 行为主席亚新司机给李渔迪道贺 今后请继续进行 与第一名名副其实的演奏 李英迪在体会着 评委主席 严肃而又温暖的一席化 你明白什么我说的吗 你明白什么我说的吗 是的 是的